你哪个村里用的? 你贵姓大爷? 我4月20日 用第一次本上? 4月20几个? 有葡萄菜条 不到5一,4月20几个? 第一次用上了 一棵中用三个棵? 一棵 一棵中用六七棵 第二次用上了? 二次用上了 7月20几个棵 也是一棵坑花三个棵 也是挖六七棵坑 现在看这个效果,哪有满意? 满意 我对这个效果比较满意 看叶片 看叶片 叶片 叶片 随便摘些果,果叶都挺大 是吗? 还行 想看一下这果子 而且表面非常光滑 是吧 广大列次上 我也来一个 但是广大列次 广大 问我这个 他想用这个 想用这个 他说我讲 他说 庆祝你这个 弄这个 不错 我说的 确实说我觉得不错 挺省劲的 你感觉这个肥 比你正常往前上肥 比你多投入了吗? 你全都喂了了吗? 15代都喂了了 全喂了 一点的深 但是他这个 非常省工 是吧 省劲 他的最大优点 就是这个 神工 感觉这个东西 性价值还是很高 要是要不要的话 我要喂你什么 有时得护营 这样是 自己会干的 今天就能俩干的吗? 嗯 可以护营 人工省多少钱? 能省多少钱? 人工怎么也得省一千多钱? 人工就得省一千多钱 对 对 两大肥 正常的微晒大肥 嗯 对 嗯 不想哈 怎么去抗那个什么? 抗那个 抗那个 人工是更反应更小 人工让你改没改得到 就是说 你用完大肥兰之后 虫害怎么少 你发没发现 鸭虫上去 哇 相对比较 可能别人家也少 我今天我有少 今天鸭虫比较重 不是 鸭虫在等过福子 以前呢 上了一段时间 上了一段时间 但是比较轻 嗯 鸭虫 有个怎么 太干的 这五十 我觉得还是 确实是轻 不知道是今年鸭虫 还是我味道的一碗 这个是我不知道 今年鸭虫害是最严重的一年 嗯 今年鸭虫害是最严重的 我告诉你 大的碗里有一种叫硅 二氧化故隐 二氧化故隐 对实际上吸收完之后 它的细胞壁增厚 有些虫子讲 那叫什么 什么扎完眼 在往里下崽 它叶片厚 不过就是那种 细胞壁厚之后 它扎不进去 扎不了卵 所以它通过不了 啊 要不就是说 你随便拿你的叶片 和别的去摸 把所有家叶片都用你家叶片厚 嗯 他们常在这走 这动门 这动门 这狗儿 他们老在这走啊 他们都以为我 为这个挺好 他们反应的 对呀 说北麻不少 说过年都要用它 嗯 有些也觉得 好像说照相照 这什么时候摘蛋 这个的 一个月吧 9月20几号 9月20号 9月20号 真的吗 真的吗